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0月30号星期二 今天有几个话题要谈 今天早上听到消息 中文武侠小说泰斗级的人物金庸先生 10月30号逝世于香港,享年94岁 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 另外一个副文就是央视前主持人李勇 因为癌症医治无效,10月25号与美国去世 消息是他的妻子哈文10月29号 在微博上发出来的 李勇曾经主持过的综艺节目 像《非常6加1幸运52》 在中国大陆曾经人气很高 所以他的死讯对于他的粉丝来讲 也是一件哀婉沉痛的事情 关于这两位人物去世我想谈的内容 未必都是基于事实的分析 和我们平时的节目风格不一定完全搭 主要讲的是个人随感 所以我想把它放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 今天的前半部分 我还是想来说时事 来谈美国的中期选举 因为11月6号是中期选举的选举日 就是美国国会的选举 正好是下个星期二 而今天就是一个星期倒计时的开始 这次选举对于美国未来的道路 对于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都相当重要 所以我把它放在今天的前半部分来说 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美国国会当中席次的分布 共和党在参议院的100个议席里面 目前拥有51席 民主党是47席 另外有两席是独立参选人 在众议院的435个席位里面 共和党目前有235席 民主党193席 还有7席是空缺 美国每两年的国会选举 是众议院全部改选 参议院是改选席次的三分之一 每六年参议院全部改选一次 这就是美国国会选举ABC的知识了 从美国历史拉通来看 总统所在的党在中期选举当中 在国会的席次有所减少 这是常态 这是美国选民的一种惯有的平衡意识 就是把这个党的人选成总统 那么在国会当中 这个党就不能占多数了 这是常态 在我的印象当中 二战以后只有艾斯卡维尔和小布什 他们当选总统以后 他们所在的党 在国会的席位没有减少 那目前的局面也比较清晰 就是各个民调的口径都显示 共和党继续在参议院 保持多数的问题不大 而民主党赢回众议院的几率比较高 但是这样的民调也有几个缺陷 首先就是民调机构 它往往是按州来取样的 那这样操作比较简单一行 它就从受访者的年龄 种族 职业 性别 收入 这些统计指标出发 选取采访的样本 它最后得出的报告呢 大概就能涵盖社会的大众层面 有代表意义了 但是呢 以州为单位的话 要弄清楚你这个样本 受访者是哪个选区的 就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某些选区呢 就有可能爆出黑马 和你那个民调所显示的趋势不一致了 而在两党比较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爆出几匹黑马 就足以改变最后谁来控制国会这个结果了 这是民调第一个有失精确的地方 第二呢就是民调机构它所采集的样本呢 总的来说数量还是不多 多数情况下呢 就是有几千 至多也就是一两万 如果你按照四百三十五个众议员的选区来分摊的话 那就很明显 在很多选区 你那个样本的数量就不够 你所选取的样本 它能不能反映这个选区内 多数选民真实的心声 这就不好说了 而且它在样本的分层分类上 都很有可能严重的分布不均 这样呢就削弱了这个民调结果的说服力了 这个民调的第三个不足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它两年前就失手了一回 2016年那次总统大选 当时多数的民调机构都是预测希拉里胜选 那么这次会不会又马失前提呢 这是很多人心里犯的嘀咕 虽然说目前民主党赢回众议院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呢比起一个月以前 他那个赢面啊 就是赢的概率还是有所下降 因为在这一个月当中有两件事情造成了民意的波动 第一是为了阻挠大法官卡瓦诺的任命 民主党的做法 他确实不得人心 那位加州女教授福特指控卡瓦诺在1982年 性侵他这件事情啊 经过FBI的好几轮调查 所有证人都没有指认这件事情的成立 这是一件三十五六年前的旧案了 多数美国人呢 他还是比较nice 就是比较出于善良的推测 愿意相信福特很有可能早年是受到了这样伤害 但是他未必能在几十年之后准确的辨认当年性侵他的人是谁 就是多数美国人呢比较善良 还是不愿意把他作为一个说谎者来对待 但是民主党揪入这件事情不放啊 给大家的印象还是比较失分的 其实咱们看哪怕是圣人 比如基督教当中重要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放浪行骸啊 奥古斯丁三十岁以前就和一个情人未婚同居长达十年 这在那个时代就是相当伤风败俗的事情了 他33岁才接受洗礼 但那也不妨碍他后来成为基督教的圣人呢 福特指控卡瓦诺性侵他那一年 卡瓦诺还是个高中生呢 1982年卡瓦诺才17岁 他是1965年出生的 还是个teenager 是个青少年 不到18岁成人的年龄 那比圣奥古斯丁放浪行骸的年纪还年轻多了 他所指控的那个性侵场合 是一个高中生派对的喝醉酒的场合 而且福特所说的性侵 也没有发展到强奸那么严重的地步 退一万步说就算卡瓦诺年轻的时候 做过糊涂事啊 有不正当的行为 你要因此去否定他35年以后出任大法官的资格 你等于是对卡瓦诺比对圣人 比对圣奥古斯丁的要求还要严格 这个事情呢 确实也是过分了一点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中美洲的移民大军正在向美国接近 这让共和党主张的那个强硬的防堵 非法移民的政策更得人心 所以这些刚刚发生的事情呢 都是有利于共和党的方面 因此虽然民调显示 民主党有可能赢回众议院的控制权 但是在剩下的这一个星期 是不是有些选民会改变心意 去投共和党也未可知啊 我们以美国左翼的大本营加州为例 加州53个众议员里面 目前有14个是共和党的 共和党如果在全国失去了超过23个议席 那他基本上就铁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了 而在加州这个人口大周 他如果失去了7个议席 那么在全国失去23个议席 就会是大概率事件 这个话是共和党的一位评论员说的 那目前在加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看来民主党是没有办法 从共和党手里收复至少7个议席的 也就是说民主党虽然在众议院的竞争当中有优势 但是呢这个优势正在减弱 在他的大本营加州反映出来都是这个状况 民主党最后能否如预期夺回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这事儿呢还有点活泛 而且他所预期的那个Big Blue Wave 就是社会上群情汹涌的支持民主党的蓝色浪潮啊 现在看起来呢还没有发生 那我们按照目前一个大概率的情形来推算 民主党真的收复了对众议院的控制 而共和党继续掌握参议院 会对美国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民主党是很有可能发起弹劾川普总统的程序 他对川普是恨得牙根痒痒 他要掌握了众议院是很有可能这么干的 按照美国的宪法 总统犯有叛国罪重罪轻罪都可以成为被弹劾的理由 弹劾呢是中文里传统的说法 其实就是行政官员被起诉 如果罪名成立呢 他会被罢免 如果他所犯的事涉及到刑事犯罪 还会由普通法院来审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众议院他其实是扮演行政法院里公诉人的角色 而参议院呢 则是扮演行政法院里面陪审团的角色 是由参议员们在最高法院的督导之下 来审理众议院发起的弹劾案 而且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认为 罪名成立总统才会被解职 由副总统来接手 因为共和党继续掌控参议院 是个大概率事件了 所以民主党就算他能控制众议院发起弹劾 想在参议院里面得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 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美国的这种两院制所制造的一个局面 除非民主党能证明川普有不可掩盖的罪行 而且是非常显著重大 也就是说民主党掌握众议院 共和党掌握参议院的这种情况下 想把川普搞下去 那可能性微乎其微 近乎不可能发生 但是呢 是有可能三天两头把川普弄到参议院去过堂 干扰他正常施政 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在这个中期选举的过程中 民主党他不怎么提弹劾的事 可能是这样会显得他们的报复动机过于明显 给中间派的选民造成不好的印象吧 上面讲的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不同结果 给美国内政带来的影响 那么他对美国国际政策的影响呢 现在看起来中美贸易战呢 是没有受到中期选举的影响 中共这个宝啊没有压队 因为共和党他继续掌握参议院的悬念不大嘛 那么北京希望中期选举来个大变天 川普连一届都干不满 这种情况啊他就不会出现 所以习近平现在就得认真考虑一下 川普给他提出的G20峰会这个时间大限了 就是在11月底的这个G20峰会上 如果双方还是谈不拢 美国媒体有这样的报道 那么川普就会把中国对美出口 剩下那2000多亿美元一起给缩哈了 一起加关税 这个最新的态度呢 会对那个已经推迟了的19届四中全会 构成很大的压力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 和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呢 今天没时间展开了 咱们可能放在明天来说啊 美国这次中期选举当中 确实体现出了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趋势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专门讲的 就是美国政治上的左右之争 它造成的社会割裂啊 确实更严重了 有朝非理性暴力冲突发展的苗头了 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因素 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一呢就是还是得怨川普的那张嘴 就是他那个直言不会 但是经常充满挑衅性的语言方式 确实是很刺激别人情绪的 第二呢就是美国左翼一直积怨于心 他们一直不接受2016年大选失败的结果 就把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当成了复仇的机会 原来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左派政治人物 近期的表现呢也确实是相当不像话 你像希拉里在这个月上旬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把对共和党支持者 采取不文明的方式 把这种做法给合理化了 这都是很糟糕的表现 也有集会上确实出现了闹场的情况 我还看见有人在推特上说 自己参加政治集会 出来以后发现 他的汽车轮胎被人扎破 放了气了 还有最近一些民主党的代表人物 收到了邮包炸弹 这些都是割裂社会 向非比性方向发展的兆头 但是有人说 这会不会显示出美国的民主 有向劣质民主退化的趋势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倒不需要这么悲观的看待 因为目前的冲突虽然很糟糕 但是还远不比南北战争爆发之前 是叙奴还是废奴的社会割裂 更加严重 它也不见得比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美国社会的割裂更加严重 就是亲英的主战派 与亲德的孤立派之间的冲突 它甚至也不比越战所引起的社会割裂更加严重 当有对立的人群 他们的深层观念受到触动的时候 这种不理性的事情它必然会发生 它只是范围宽还是窄 程度是激烈还是随和一点 也就是人们对很多关键问题的分歧暴露出来了 对这个国家的根本道路 还有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根本分歧被触及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表现出来会有很多乱象不理智的行为 其实在深层也就是社会意见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的时候 那今天剩下来的时间来说一说金庸和李勇过世的消息 我不知道中国的九零后当中有多少人 读过金庸老爷子的射雕英雄传 《倚天屠龙记》这一系列小说 金庸是笔名 他本名扎梁庸 金庸呢 是把他本名最后一个字庸 金字旁那个庸左右拆开取的笔名 金庸老爷子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特别是对武侠小说这个类别来讲 在思想深处啊 金庸他的作品其实是从水浒到七侠武艺 这一类传统武侠文学的延续 水浒其实也算是一个武侠文学 那这条脉络呢 可以说在老爷子之后就断掉了 他的思想啊 仍然是中国传统小说家的思想 就是遇道德理想与文学的模式 他把民族大义 忠孝 结义啊 这些传统观念的当作小说的主旋律弘扬 而他小说里的主人公 像郭靖 张无忌 杨过 他们也都至少部分的代表了这些价值观 同时他们也都是历经磨难才成为一代大侠的 也是符合传统传奇故事里面那种千锤百炼 修得正果的价值观 从古希腊英雄海格里斯到中国西游记里的唐三藏 他都是这种人物命运 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呢 也忠实的延续了这种人物命运的模式 而你看古龙的小说就不同 基本上是主人公一登场 就是光彩夺目的大侠 什么富洪雪 陆小凤 西门吹雪 叶孤城这样的人 同时金庸老爷子也是当代武侠作家里面文化功底最为深厚的一位 他所出生的那个海宁扎家呀 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才俊辈出 有过一门七进市书职武汉林的盛况 金庸的父亲扎书卿在 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当中被处决了 就是所谓的镇反运动 他的家产也被剥夺 继母反复受到批斗 那金庸在香港办明报期间呢 他对大陆的种种非人乱象 有过广泛的报道深入的揭露 文革以后他才有机会回到大陆 还被邓小平接见过 因为他毕竟是个文学泰斗 是个名人嘛 金庸在中国的武侠小说史上 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 他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式的人物 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武侠作家 不可能有他那样的家学渊源和文史功底 而这个武侠小说的背景呢 他往往又是放在中国古代的 你说放在现代呢 感觉总是那么不太大调 所以其他人的武侠作品呢 就很难达到像金庸那样的深度和历史厚度了 那接下来再说一说李勇 他是2013年离开央视 成了中国传媒大学2015级的博士生 这才过了几年就突然传出死讯 确实呢是很令人意外 我看到中国大陆已经有媒体总结 十年以来啊 前后有五位央视主持人死于癌症 包括新闻联播的主播罗金 中国音乐电视的主持人王欢 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方静 今日说法的主持人肖小林 李勇算是第五个 似乎央视主持人是癌症高发的人群呢 那大陆已经有媒体在提醒 主持人们要注意养生 要避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等等 但是我曾经看到过美国心理协会有一项调查 它是在心理学家Anita Kelly的领导下完成的 这个调查结果显示 说说谎啊是直接有害于健康的 说谎的人直接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这还指一般生活场景下的说谎啊 那媒体在中国那边作为喉舌宣传机器 他们的电视主播 其实说谎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所说的话呢 又会经常和自己的本心相违背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直接就会产生很强的身心不适感 这就跟你在有毒的空气环境下工作 在噪音环境下工作是一样的 同时呢 这些主播们 他们所谓战斗在宣传工作的第一线 他直接承受很多压力啊 很多负面的意见会直接反馈到他那里去的 比如某个人想驳斥央视的谎言 或者海外媒体要驳斥他 都要把某位主播的画面拿出来播放一遍啊 然后找评论员评论一番痛批一番 结果把这位主播的形象散布到满世界都是 都是把他那个形象和谎言挂在一起 他给这位主播带来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人都是血肉之躯嘛 当这种负面压力汇集的时候 会对他的健康构成很大伤害的 当然李勇呢 他是1998年开始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的 他所工作的那个领域似乎和罗金和焦点访谈主持人方静 就是这些人的新闻政论领域呢 有所不同 但是李勇是早在1991年就进入央视了 他早年也是做记者编辑和专题片的编导 凡是从央视这个体系历练出来的人嘛 他其实都是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大家都免不了要充当肉喇叭传声筒这种角色 除了刚才讲的那个所谓战斗在宣传工作第一线 直接和谎言挂钩这个压力源之外呀 还有宣传体系里面复杂的人际关系 勾心斗角的轻压等等 都对这个体系当中的人造成身心的巨大伤害 那这又岂是像大陆媒体所说的 避免熬夜这些生活习惯 你就能健康得起来呢 大家虽然听我经常批判中共啊 但其实我对体系内的人大多数没有敌意 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处于 严重的压抑和苦闷状态之中 那些多少靠自己努力打拼上来的人呢 他作为精英圈子的一员 你要让他自我麻醉到让本性的灵光完全泯灭 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为那个灵光啊是他才华的源泉 是他成功的由来 你要让他完全泯灭掉思考和分辨事物的眼光 那就等于是要消灭他的才华 消灭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你说他能甘心吗 他肯定不甘心嘛 所以这种苦呢 我是能够理解的 总结今天的话题 我们是分析了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目前的情况 这次中期选举是美国政治基本盘深度重组的又一个重大时刻 所以会有深远影响的 然后我们谈了两位刚刚过世的人物 金庸老爷子和央视前主持人李勇 对金庸老爷子送上我的悼念和敬意 对于李勇的粉丝们我也要说I'm sorry for your loss 对你们的损失我感到非常遗憾 对于李勇的同事们呢 我也只能送上一句 真爱生命远离央视 最后预告一下 今天在我会员网站的会员投稿专栏 会播出Michelle Wan女士谈教育的第二集 教育的实践选择与决定 就是很多家长都习惯于 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填满孩子的空余时间 不让孩子闲着发呆 但实际上你削减了这个留白呀 恰恰是减少了孩子们自我思考 和做出选择的学习机会 Wan女士是在美国从事投资风险控制的工作 今天她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教育心得 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